我去参加院会 被中央抨击 应该主动台北市长蒋婉安在出招 一早临时变更行程指导行政院院会 为虐童案亲自请令 院长陈建仁也向大众致歉 只要是在出养前的安置收拖的保姆 对于他的各项资格的要求 都要比照这样家庭的标准 也就是相关的考核评鉴 除了三方共访 蒋婉安在提议 毕竟凯开的案子发生在去年12月底 直到事件曝光舆论哗然 中央跟地方才有积极作为 这中间三个月不见主动改进 过程中甚至互推皮球 保姆推荐评鉴平台 就相当于Google Review这样的概念 当然我希望由中央统一来规范 我是没看到几本公文 中央直指从没收到北市韩文 因为北市府指出事发后就发函 卫福部 询问是否列入重大儿女事件 召开检讨会议 卫福部却说检讨范围是以父母 监护人跟实际照顾人为主 保姆没有再列此案不符标准 卫福部长薛瑞源更说地方应该主动举行检讨会议 不是等中央叫他们做 请问保姆不是实际照顾者 谁是实际照顾者 请卫福部不要继续用谎言来遮掩自己的尸子 中央地方每次都喊要补社会安全网 偏偏每次都漏洞百出 只见官员推卸责任 难怪群情激愤 TVBS新闻最重群流 历程黄俊为 礼品SN小组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